当地时间12月28日,由香港民建联举办的香港年度汉字评选结果公布,在全部的十个候选汉字中,顺以高票当选,票数超过第二名近一倍。 在候选名单上,顺的解释为,自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后,拉布之风烧减,立法会运作比以前较为顺畅有序。 2017年年底,香港立法会成功修改议事规则,议会内拉布显著减少,有关香港社会和民生方面的议案得以快速通过,此举大大提高了香港民众的满意度。 自2017年年底议事规则修改之后,很多汇集香港市民的民生、经济、医疗、科创方面的政策和修理工作能及时完成,一地两检也得以及时通过, 使得香港在当年9月底连接上了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,大大方便了香港市民的生活和出行。 在当天公布的候选汉字中,民、楼、通等也位列前茅,寓意着在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下, 体现了以民为本,本着公平、公正的法治精神,竭力解决房屋问题等。 同时,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以及港珠澳大桥通车,两大激进项目更加有效地连接了中国内地与香港, 为香港创科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。